哈喽大家好我是胖海海 今天我们来看一辆美国的四大神车 Toyota的Camery 就是我们国内说的凯美瑞 然后我们有请我们的车主 首先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杨阳阳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就是关于你的这一辆车的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 首先介绍一下你这辆车 是什么年份的什么型号的 我这辆车是208的ToyotaCamery 然后是LE 这款是LE 那这辆车大概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我是2021年的时候 2021年4月份买的这辆车 当时买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二手车 那为什么选二手车不选新车呢 然后卖数大概是多少你买的时候 卖数当时买的时候是13万9千万 然后为什么选二手车已经算了没有那么多钱 对所以选二手车 就是更划算美品对对对是的 那为什么要买这一款车 就是市场上也有很多车 有日本车 有美国车 欧洲车 为什么要选这辆开美瑞呢 因为我其实一点都不懂车 然后就是通过一些网上的信息 还主要是通过朋友的推荐 然后觉得就是日系车 还是比较就是保养呀什么比较好保养 然后的话就说坏了也比较好修嘛 再一个就是说 那个就基本上就是很很什么来着 很省心呗 对对对很省心 所以我就选这款车 那为什么要选这个颜色 就这个蓝色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但是当时的话 因为既然巧合之下 买车的时候呢 就正好有这款车 而且的话 不管它的性能 就是当时的车款 就挺好的 价格也合适 所以就买了这辆车 没有对颜色 当时没有挑太多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平常对用车有什么要求 这是你日常的使用环境是什么 就这个车你会用来干什么事情 我基本上就是上下学嘛 上下学 然后是在附近周围能转一转 就这样 没有特别大的需求 没有跑长途啊 这样的需求 所以对 这是你第一辆车吗 以前还开过什么车 或者说一下你的驾龄是多少 对这是我第一辆车 然后驾龄的话 国内的时候 15年我就拿到驾照了 但是一直没有开车 来到这边以后 买到自己的车的时候 才开始开的 所以按这样来说的话 我的驾龄应该就是两年多吧 你这辆车也开了一段时间了 你说是二亿年买的 到现在也差不多两年了嘛 就在你用车过程中 你发现这辆车有什么优缺点呢 还是很省心的这辆车 我觉得 然后对我来说的话 自己的正常使用 都是不需要怎么操心 你就不需要 就是正常的维护就行 不需要什么操心 所以这应该算是一个优点吧 对对对 然后缺点的话 可能就还是有点老了吧 对对 它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小毛病 但是不影响你的使用 那在上一个问题之中 你说提到在用车的时候 也会有些小问题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有些什么小问题吗 就是你在用这辆车期间 好的 我自己用这辆车的时候 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好出现一个毛病 就是说它引擎灯就亮了 所以这块就比较麻烦 然后查出代码就是换了各种 sensor 但是虽然说检查过程比较麻烦 你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东西出现的问题 大概知道是那一块的问题 所以检查的过程比较麻烦 但是你就是真的买配件 其实我觉得价格还是不是很高的 但是最后就是换了 sensor以后 就是每一个就是都运行的特别好 就是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就修好了之后就没啥问题了 对对对 那这辆车油耗是怎么样呢 就是平常在local跑的话 或者在跑highway的时候 大概油耗是怎么样 具体我没有算过油耗 但是就是开起来觉得还是挺省油的 就是因为我一个月啊 就是只跑学校一来 会的话一个月加一次油就就够了 那你说的是跑学校 就每天大概是跑 就是要走多少mine 或者你上下班单程的路程 是多少分钟左右 五mine还是多少mine啊 是不是五mine我们单程到学校 那大概你去学校 这是十分钟十五分钟 对对对 我的去学校大概是十五分钟这样的样子 所以每天你就平均来说跑两个来回 两个来回那就是一个小时呗 不是 一个来回十五分钟吗 一个来回十五分钟 单趟是十五分钟吗 来回就是半小时了吗 对对对 两个来回就一个小时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 那这辆车的驾驶感觉给你是怎么样 就是你开的是感觉车算是比较平稳呢 比较好驾驶呢 或者是拐弯的时候车平稳性怎么样 它会不会很遥眶啊 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是路灶大不大这样子 就是你开highway的时候 会不会风声很大里面的人坐在里面沟通说话 可能声音要大一点 就是分享一下你的驾驶感受呗 嗯 我觉得的话就是 嗯就是开起来还是很稳的 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毛病 而且就是开在highway的时候 可能我的机器 这个那个车的引擎声有点大 你可以听得到 就是相比于新车 因为我也开过别人的就是类似款的那种新车嘛 就是最新的车18呀 或19这样的车 相比来说的话 这个车呢 就是说招生稍微有一点大 就是引擎的声音能听到 但是就是对风声啊 这些就还好 对 那这辆车的空间够用吗 绝对够用 这辆车很宽敞 特别宽敞 不管是你的驾驶的这块 还是说是那个后备箱都特别宽敞 嗯 那日常的维护成本大概是多少 就多久换一次机油啊 大概是多少钱啊 或者是还有些什么其他的东西你换过 像是轮胎啊 刹车那种 大概维护的成本是多少呢 呃 呃 就是那个机油的话 可能是取决于你吧 像我的话就是取决于个人啦 有些人他半年换一次 有些人一年换一次 像我的话 我还是比较care车的 所以的话 我是半年换一次机油 大概是40 30到40到左右的样子 然后轮胎的话 四个轮胎我都换过新的 呃因为是就是但是我就是换车的轮胎也不是很贵 换了四个总共也是一百多块钱 一百五六十刀吧 嗯 那还行 对然后里边的就是有一些sensor呀 我也换了三四个sensor嘛 嗯 就还好就是你在网上有时候在网上买的时候 呃就是还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所以开销不是很大再就是正常的就是呃定位呀什么的 嗯 对 那你之前说到就是这辆车一个月加一次油呃 大概一箱 你是到半箱油就加呢 还是油箱到底了你才加 呃我我所说的这个呃就是每月加一次油这样的话 应该就是到底按到底这种算的 因为我有时候是呃取决于就是有时候是半箱了 我就开始加 但是整个来说平均的话就是一个月加一次油应该差不多够的 那一箱油大概是多少钱 一就是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每加轮大概是多少钱 然后你加一箱油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呃现在一加轮的话好像是三刀左右的样子 三刀 对我们就算三刀每加轮的话我这个车能加到四十多道 是是那是呃什么号的油号呢 是八十九是吧还是八十七 呃八十七的油对八十七的 嗯 那呃你计划这辆车还会开多久 就在你手里面还会呃持有多久大概 呃我觉得只要我还就是在这个地方呆着我可能还是会开这辆车 因为呃目前的话车况也都还好然后对这个车也基本上比较熟悉了 所以就就就就还基本上就开这辆车了 嗯 嗯 那如果是呃以后你可能呃有更好的工作了就是呃可能换一辆车你会呃考虑会选什么车呢 呃我还是会选日系的车像可能还是会Toyota或者是Honda之类的就是啊 就比较省心的车对特别省心的车因为一些女生嘛也不知道怎么去修理这些 所以的话换换一款比较省心的车对对我们来说都挺好的 呃方便 那在呃就是呃就是北美生活嘛你买车就是呃这个过程中你也积攒了一些经验 你对呃别人如果想买车的话你会有些什么建议呢 嗯首先我觉得如果学生的预算不高我觉得二手车在美国还是很好用的很好的就是说呃我们可以就是选二手车作为你自己的自己的日常 但当然是如果说你的需求不是很高比如说你要经常跑长途这样的呃如果说只是说是在学校周围或者是买买菜这样的 我觉得一个二手车就是一个基本的五六千刀的二手车还是挺好的就是完全够你用而且也很省心 然后我觉得我也会推荐日洗车吧对就性价比比较高对性价比比较高 所以你如果再买车的话还是会选择二手车是吧呃嗯可能会选一个就是年代更新一点的二手车或者是取决于当时也许会选一个新车取决于呃当时的一个车的就是市场的一个一个情况对 嗯好好那呃问题就大概就问到这里了呢谢谢杨阳跟我们的分享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内饰 然后呃后备箱的空间呃给大家更直观的了解一下这辆车呗好的好的好谢谢好 好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这个车首先呃这边是驾驶位然后这里是窗户开关了这里是锁门的那些 像这样锁门这个是锁后面的窗就是有小朋友在后面坐的话不想让他们开窗这个控制后面的开窗 然后这里是调节两边镜子的是电动镜子这里下面有一个是开前面那个引擎盖的 然后这个是脚刹踩下去的话脚刹就拉起来了然后再踩一下它就会回弹就release掉 然后这里是方向盘方向盘下面有一个调节方向盘的东西拉一下它就松掉你就可以调调到自己喜欢的位置之后就把它推上去 固定住了然后我上到车里面看我们可以看到车主它的车收拾的很干净 然后还有些小装饰对我这张车就有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它这个操作板我是不是垫了一个垫子吗 它是因为它好像是那一年的制造材料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车款就是这样它就会share容 对所以我就会买了一个垫子就是方向会很好看一点对这里可以看到有些反光就是它已经开始粘手了 像那个年份这辆车是08年的嘛 嗯 那个年份的雷克莎士跟Toyota都有这个内饰的问题 然后羊羊就铺了个垫子这样子也挺好的 然后还有些装饰 然后我们进来可以看到这辆车 当年有一个这个CD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有个双闪就是那个紧急的那个两边闪黄色灯的那个按钮在这里 然后这两个按钮呢是来调那个时钟的时间的 嗯 然后这一块位置就是那个音响的那些设置 我必须得说一下我觉得我这个车的音响是很好的 相对于我开过一辆2018年的同款的车 但是它那个音响效果没有我这个音响效果好 哦这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前车主是没有整过 就是还是原装的 嗯 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 对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下面空调控制的下面这里有个盖板 打开了以后 不知道看不看不看得清楚 这里面是有一个点烟器的接口 然后有个AUX的接口就是可以放音乐的 嗯是的 你有唱那个放音乐吗 没有 然后这里是副架 副架有个手插箱还空间还挺大的 对 然后这里中控台这一个是换挡杆 然后可以上面看到这里还有两个北架 A架后面下来之后这里有个储物空间 然后可以放些硬币啊手机啊钥匙的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点烟器 点烟器在往后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手插箱 可以放点杂物 深度也挺深的 深度大概是我一个手掌这样的深度吧 这个位置很大 对这个空间很大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方向盘的位置 方向盘的位置 左边这里有个控制那个音响音量的 这里有个就是option的那些选项 还有一个mode mode应该就是拿来换那个AUX 或者AMFM的那个调节 是的 然后当年的TOYOTA跟LEXUS的那个巡航定数的控制键 都在这个方向盘的右下方 这样子的 然后再往上看这里就是一个后视镜 后视镜再往上的话 这里是有个放墨镜的位置 这一个 然后再往上这里就是一个里面的照明灯 可以看一下这个盖板 是有个化妆镜 可以看得见 那边的被我摆坏了 这边已经摆坏了 对 好 然后整体车是很干净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座吧 嗯 好 这里是后座 我们先坐进去看一下 前面的座椅已经是调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了 就是大概后座还有这么多位置 而且它这个设计 我感觉比那个当年的雷克萨斯要好 就是它前面座椅底下这个位置留的是比较足的 所以我的脚就可以往前放 有些人就是身材比较高大的话 或腿比较长的话 它位置就是脚可以放到前面座椅的下面 这样做乘坐的话就会比较舒服 然后头部空间也挺多的 像我这样子 头顶上大概还有一拳多一点的位置 当然我身材比较矮啊 有些个子比较高1米8左右的话 它头可能就顶到这里上面 但是它空间还是很充足的 然后我们坐一下中间的位置 中间的位置就会有点空气 就没有两边的座椅坐的这么舒服 然后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座姿坐在中间 而且可以看到我坐在中间之后 也站了两边的位置 所以后面坐三个人其实是有点挤的 但是由于它腿部空间是比较宽敞 所以时间坐久了之后 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我们看一下这里中间的这个腿部空间 当两边都坐了人的时候 我们脚趾能放在中间了 然后中间的人坐的是比较尴尬的 但还是可以 临时的坐一下 其实还可以接受这个位置 然后在后座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座椅后边的这个位置 就是有个储物间 就是储物空间可以放点杂志什么文件 这里夹点水瓶子 其实也是可以的 然后头顶上这里是有个照明灯 我们可以出来看一下 整体的空间还是很够用的 然后我们可以开一下后备箱来看一看 你看这个后备箱 就是像这种凯美瑞这种 应该算是missize的stem 就是中型的轿车 它一般会考虑到 会有些家庭的使用环境 就是会有时候会带一下朋友 带一下家人 带一下小孩这样子 所以对它的后备箱空间 还是要求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备箱 其实是很大的 对最起码最大码的行李箱 可以放至少两个 还可以放一点小的东西 就是28寸的行李箱是吧 是的28寸 我觉得可以放三四个 两个大的 然后可以上面 再还可以放一些小的 因为我之前带朋友的时候 对 就是两个大的这样 书的放再放个小的这样是吧 然后边上再放点书包 应该也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对 就是空间特别大 你拿着拍 我可以把我们的摄影箱 然后放在里面看一下 放进去完全是没有问题 就是我感觉这样放完之后 上面还可以对于半个箱子的高度 而且我还没怼到这里面 这个后备箱真的是非常的大 好 然后看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发动机这个位置吧 这辆是凯美瑞的L1是吧 对 L1 我们看到这一款L1是一个四缸的发动机 当年这个年份的凯美瑞还有一个六缸的发动机 所以这辆四缸的它流出来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因为它同时这款车型还会晒下一个六缸的发动机 然后平常如果我们要换火花晒啊什么点火线圈也很方便 就在这里 所有的换像发动机filter的那种 就是空气filter就在这个位置 都是很容易就能够得着的位置 像这种转向机油啊雨刷水啊 还有冷却液 还有这种刹车油 还有保险室盒子 电池 这些所有就是关于这个车要保养的地方 我们都是打开那个引擎盖就能看得见 就能摸得着 就是保养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 我们车里面内饰大概看的就这样子了 我们可以开到路上去看一看 看一看它的驾驶感受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 现在是2023年了 这辆车是08年的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虽然这辆车年份有点老 但是其实外形上看上去还是可以接受的 它当时线条设计的比较圆润 现在新款的凯美瑞它的线条就比较直 比较趋年轻性 但是我觉得这辆车看着还是很好看的 很大气就是 这是一个侧面 对这辆车一点就是一点凹横一点就是没有出过事故 所以你看的话它特别完整 然后没有凸凹进去的地方 或者怎么样也没有刮擦上的地方 就整体看起来还是挺好的 然后 对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对看久了 尤其其实一个车一个东西你用久了以后 你还是挺喜欢的 对 好那我们现在开到路上看一下 它的驾驶感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开到路上来感受一下这辆车怎么样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音响 车主说这个音响 对啊 挺通透的就是感觉那个声音 没有杂音然后对 没啥杂音挺好的 然后车打着了之后 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发动机也很安静是吧 在车里也没啥没什么杂音 车也没啥抖动 走 嗯不是说有些车那个就是有些了老旧一点的车 他那个就是空调系统不是不太好吗 就算你加了那个换了那个浮凉以后 他的质冷还是不好 但是我这辆车我就觉得就是换了以后 他那个质冷效果立马就好了 就是你之前加过浮凉 对对对 加过浮凉现在很凉快的现在空调 这个日本车它有个特点的风特别的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现在才调到第二个风速 调到最大之后 风速特别大 但是这辆车就是后面没有那个空调 就是没有吹风的那个地方 对后面没有空调出风口 对 但是就是前面风大的时候也能吹到后边 那倒是 因为它的空调系就是我换过浮凉以后 它那个质的效果就是很快 因为小朋友掉了 没事 小朋友掉了 没事 小朋友就有点晒化了 这辆车的油门就感觉它是很轻盈的 一踩它就有点想穿出去的感觉 我们可以来停停下来再起步一下 现在路上没有什么车 我可以试一下 来一起步的时候 那个力还是 是吧 是的 对 那个力还是比较足的 虽然它是个十缸发动机的车 我开起来也是很平稳 方向不算特别轻吧 就是也是有点阻力 但是一般女生开的话 其实也很轻松可以驾驭 就不像德国车那个方向盘 始终始终的 还有以前开过那个什么 Toyota的那个什么叫Sina 就是那个mini van 那个方向盘就特别轻 一个手指就能转动的那种 就不是很喜欢 就像那种车 特别是开高速的时候 速度特别快 就是那个方向动一点点 车就摇得很厉害 这个车的设计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它有点点力度 但是也不需要很费力 这个方向能控制的很好 然后我们现在车速大概是45 我们开快一点点 大概开到55左右吧 之前杨阳说这个车速开 开快了以后 他就能听到那个发动机的一些噪音 也确实是能能听到 就是你当你加速的时候 是能听到发动机那个咆哮的声音的 但声音也不是很大 可以接受 更多的听到是那个 那个风撞在车身上面的风声 然后这辆车四个窗都是电动窗 好像也没开过那种手摇窗 以前的那个 对以前在那个 以前开过一辆94年的 96年的 我记得 Toyota它是那个手摇窗的 然后它这个车的检震也做的挺好的 挺舒服的 像家用车 过那些坑的时候它过滤的很好 好 好我们在前面这个路口转个头 看一下它转向怎么样 转向半径也是很小的 平常在就是路中间油果要转头的话 其实一把应该应该也是能转过来的 然后这个车如果是日常 平常通勤开一下的话也是很舒服的 坐着座椅就是腰部支撑也很好 然后座椅的软硬度也不错 主要是这辆车日常的保养 它的成本比较低嘛 然后比较省心 再加上车主说它大概一个月才加一次油 这辆车其实也挺省油的 而且它加油的话 只只要加那个最低油耗的87号油耗的油就可以了 变速箱的反应也挺及时就是油门踩深一点之后 就能感觉到那个变速箱就会马上做一个降挡的操作 然后转速就提上来了 要提速还是可以的 它不能跟那种就是更倾向于那种运动型的轿车来比吧 加速但是也能做到你平常的需求了 然后很喜欢一点就是它这个空调 特别的凉快 是吧 是 后排的乘客有什么说的 坐着还挺舒服的 也不知道即使后面没有那个空调 对也挺稳的对吧 后面也不会颠簸感觉 所以也很舒服很软 就是对于一辆日常通勤的车来说吧 这辆车就是 呃它的定位很准确 就每一个都做到呃恰到好处 肥牛有啥想说的吗 坐着还挺舒适的 对你坐在后面 有两块 啊 而且日本车你看那储物空间 四个储物 也许真的 特特别的大 而且杯架嘛 都放在一些比较顺手的位置 就像我这个手放在这一个 对啊 放在这个位置很自然的 我想拿个水瓶是吧 一下子就能够得着 他放的很顺手 像我这边开窗的这个位置也是 就手很方便就能够着的位置 例如平常我手放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我要开个窗 这个开窗的动作 往边上一够就能够得着 这个手也是放在这里再开车忙 我想喝个水 诶 是吧 他这个设计 不像有些欧洲品牌啊 欧洲车 那杯架放在这里 什么鬼 我要拿个水 还要看一下我水杯在不在这里 然后又放不回去 对 然后他的杯架又做的特别小 又放不回去 而且他这个挂档的地方就是很顺手嘛 我觉得那个就是雷克萨斯的 他有几款车 他那个就是刮换档的那个地方 他在转那个面板上 就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很失误 很舒服 很方便 好 然后开了一趟回来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辆车就日常开的话就很很方便很舒服 然后保养也很整形 然后你要带些朋友啊带些家人呢或者你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后面要做个放个安全 只有那种儿童安全座椅 后排空间也很大 空间很大 后排空间很大 你完全可以放一个儿童安全座椅 然后前面还可以很舒适的调 调节你这个座椅的位置 然后就是 我这哪怕坐在中间都很舒适 这腿也不挤 对 女生的话完全是可以 翘翠收收的坐三个人 对啊 然后我发现在开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在驾驶位的这个视觉 大概现在这个镜头就在我眼睛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A柱的位置 他这辆车就是比较宽的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中型的轿车嘛 所以开起来的时候就是要要适应一下 如果平常习惯开小车 然后开转变到这个中型的轿车的话 拐弯的时候这两边脚还是比较宽的 因为他车毕竟坐的比较宽嘛 你内部空间有那么大 外面可再加上壳子肯定比较宽的 所以他车是宽一点 然后这个08年的这一款车是没有倒车影像的 所以倒车的时候也要比较小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后视镜的这个位置 后视镜能照到这个后面这个窗的玻璃 然后我们倒车的时候会用这个后视镜嘛 然后因为这辆车是比较宽的 所以倒车的时候也要比较小心 但是我相信开了一段时间之后 对这个车有一定的掌握 其实也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问一下车主吧 你平常开的时候你倒车会有什么感受吗 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感觉 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叫什么 倒车影像的帮助 所以就感觉还是挺胆怯的 就是距离啊什么掌握不好 但是当你开久了以后 就是你能够很好的运用这三面镜子的话 就是还是很方便的 我觉得亚科就 就是对我来说可能都不需要倒车影像这样 对对对就习惯了以后其实是不需要倒车影像 对 好 那我们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喜欢这辆08年的凯美瑞吗 我觉得大致上车还是很好的 日常通勤很适合 然后考虑买的朋友 考虑买二手车的朋友 也可以考虑一下这辆车 现在市场上这辆车其实价钱也不是很高 然后 他维修成本也很低 然后 也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 毕竟是日本车嘛 其实是出问题了 这辆车就是 现在市面上也很多配件 他价钱也不高 维修起来也很方便 我们之前打开前面引擎盖也看到了 他所有要维护的东西我们都是 就是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 也有很多空间给我们来来维修什么的 然后这辆车很推荐 然后谢谢今天我们的羊羊羊 借出这辆08年的凯美瑞 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这辆车的体验 然后再次谢谢你们的观看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们点个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